北京态度集体软化政治局会议达成一致,今年以来北京应对中美贸易问题的态度一变再变,数日前还在宣传将贸易战进行到底,但在10月31日政治局会议承认经济下行压力之后,突然集体与美方展开友好沟通,被怀疑是否态度又有变化广告。 北京时间11月1日傍晚,北京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进行了一次通话,川普随后在推特,表示通话重点讨论了中美贸易问题,并且进展良好。 1日下午,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美国刊,众两院访华代表团期间再次强调中美友好,并表示应当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管控和解决分歧。 李克强重申,北京将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,为世界各个提供更广阔的市场。 此外新华社10月31日还突出报道了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华盛顿的讲话,呼吁中美友好报道说,美国的中国总商会于当地时间30日晚间举办了中美关系未来之路活动,并放映反映中美民间交往的纪录片《善良的天使》。 崔天凯在活动中致辞称,中美关系发展更需要善良的天使,他还提到,明年将迎来中美建交40周年,两国关系在40年里经历诸多坎坷利益,以紧密相连,就在此前不久北京还在宣传将采取一切手段。 回击美国崔天凯更宣称将奉陪到底但是,中共官方调子在10月31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前后似乎出现明显转向,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官方通稿中对当前经济局势的描述。 从稳中向好变成稳中有变,并首次公开承认经济下行,压力,加大各种风险开始暴露外界分析,这说明中共高层对经济危局的担忧已形成共识。 此外,曾有分析称,北京本希望11月6日的美国中期选举能缓解贸易战局势,但中方突然在中期选举。 前几天,就软化态度有观察人士认为,或代表中方已对选举结果不再抱有希望,而改成为11月底的川习会铺路。 川普日前谈及这次川习会时称他认为可能谈成很好的协议,但他也表示,虽然华盛顿想达成协议,但北京尚未准备好。 而彭博社引述消息称,如果川习会不能缓解贸易战局势,美国最晚在12月就将推动对剩余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。 此外,两个月后的,2019年1月1日,美国对2000亿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,也将从10%调整到25%届时。 美国关税措施,对中共经济的压力,将成倍增加。 10月8日,香港《苹果日报》引述消息透露北京当局想利用中美建交40周年的契机向美国求和,并再度邀请川普访华。 北京多名智囊,正在为此进行紧张的仇,被不过对于北京态度放软,是否意味着答应解决中美贸易? 不公外界还持怀疑态度,自贸易战开始以来,北京的宣传口风,在强调应战和强调友好之间,已经来回摇摆多次。 有分析认为,北京对策的核心,就是托字绝。 据中共官媒报道,习近平在11月1日和川普的通话中,强调中方已就中美关系多次阐明原则立场, 并称中美经济团队要加强接触磋商,以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。 美国之音报道说北京此前已经通过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各种方式表示, 贸易战的关键不是贸易问题,而是政治问题,以对北京政权的安全构成威胁。 因此中方原则是不能做出美国所要求的让步,此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多次重申。 美国对中方的要求是零关税,零非关税壁垒,零补贴停止知识产权盗窃,停止强制技术转让, 让美国人在华拥有自己的公司有分析纸。 美国虽然只要求中美贸易公平,但相当于让中共改变经济体制而这等于动摇中共统治的根基。